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我是BOSS 近年来,中国官方不断提出制度型开放和吸引高质量外资等口号 试图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这些看似高大上的概念背后却隐藏着诸多问题和矛盾 本期BOSS将深入剖析当前中国吸引外资面临的困境 揭示官方宣传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并探讨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官方媒体近期大力宣传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强调需要吸引高质量外资 并通过扩大制度型开放来实现这一目标 他们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来支持这一论点 一,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市场份额近三成 二,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三,吸引外资规模仍处于近十年来的高位 然而,这些数据掩盖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中国 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前七个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29.6% 这绝非仅仅是高基数导致的结果 而是实实在在的下降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下降趋势并非孤立 多项调查报告都印证了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悲观态度 中国美国商会2023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 超过一半的受访美国企业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商业前景感到悲观 这是自1999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比例 欧盟商会2023-2024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显示 43%的受访欧洲企业考虑将部分货全部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区 比2022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2023年亚洲及大洋洲日资企业实况调查显示 37%的受访日本企业计划缩小在华业务规模 比2022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无不说明 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信心正在迅速下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外资纷纷撤离中国呢 一制度的不透明和不可预测性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依法治国 但实际上法律法规招令西改 政策执行随意性大 外资企业在中国经常面临政策风险 以互联网金融行业为例 前几年国家大力鼓励发展 吸引了大量外资投入 但后来突然政策转向 严厉打击P2P平台 导致许多外资血本无归 卫斯的情况也发生 在教培行业 游戏行业和房地产行业 政策的突然收紧 让外资企业损失惨重 二 政府干预过多 市场截至失灵 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过于强大 许多行业被国有企业垄断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空间 受到严重挤压 外资企业不仅要面对市场竞争 还要应对政府的各种限制和干预 如被要求与国有企业合资 或强制转让技术 这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严重影响了外资企业的盈利空间 三 知识产权保护不利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一直是外资企业的痛点 山寨产品 盗白软件屡进不止 外资企业的技术和品牌 很容易被侵权 虽然近年来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所改善 但执法力度仍然不足 无法有效遏制侵权行为 这严重损害了外资企业的利益 也打击了他们在中国投资的积极性 四 劳动力成本上升 环境污染严重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已经失去了低成本优势 同时 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政府为了治理环境 而出台的各种政策和规定 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这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企业来说 无疑是一大挑战 许多企业选择将工厂转移到 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 环境污染较轻的国家 以维持竞争力 五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近年来 中美关系持续紧张 台海局势也日益复杂 这对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来说 无疑增加了地缘政治风险 一些外资企业担心 如果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或者台海爆发冲突 他们的在华投资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甚至血本无归 这种担忧 促使许多外资企业重新评估 其在中国的投资策略 并考虑分散风险 面对外资加速撤离的现实 中国官方仍在大力鼓吹制度型开放 和高质量外资的概念 然而 这些概念是否真能解决当前的问题 值得深思 一 制度型开放的局限性 所谓制度型开放 实质上是官方承诺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改善营商环境 以吸引外资来华投资 然而 这种承诺能否兑现 外资企业心存疑虑 过去的经验表明 中国的政策执行 常常存在Dev 口号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许多外资企业 已经在中国市场吃过亏 他们对官方的承诺持谨慎态度 此外 制度型开放往往流于形式 而非实质性的改革 例如 虽然中国宣布 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已清零 但实际上 外资企业仍然面临诸多隐性壁垒 如行政审批繁琐 资金管制严格等 二 高质量外资的困境 高质量外资这一概念 反映了中国政府 希望吸引那些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高的外资企业 然而 在当前的营商环境下 真正的高科技企业 为什么要选择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呢 首先高科技企业最看重的是 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环境 虽然中国在这些方面有所进步 但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 高科技企业更愿意在法律法规完善 市场机制成熟 人才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 其次 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甚至有强制技术转让的倾向 这让许多高科技企业感到忧虑 担心自己的核心技术会被强行索取 或者被模仿 再者 中国的数据安全和网络管制政策 也让一些高科技企业望而却步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领域 严格的数据管控政策 可能会阻碍企业的研发和创新 近年来 多家知名跨国公司选择撤离中国 或缩减在华业务 这些案例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一 苹果公司正在将部分iPad的生产线 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这一决定 主要是出于分散风险和降低成本的考虑 越南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且政府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 二三星电子已经关闭了在中国的所有手机工厂 并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和印度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 也与三星希望更好的开拓印度等新兴市场有关 三耐克公司正在减少对中国代工厂的依赖 并将部分生产转移到越南 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 这一策略旨在分散供应链风险 同时也是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回应 四阿迪达斯公司也在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除了成本因素外 阿迪达斯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优化其全球供应链 五特斯拉公司虽然在中国上海建立了超级工厂 但也在考虑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建厂 这反映了特斯拉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平衡其生产布局 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这些案例表明 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并非孤立现象 而是一种普遍趋势 他们的角色不仅考虑了成本因素 还涉及风险管理市场策略等多方面因素 另外中国吸引外资还面临着许多的挑战 中国政府经常突然改变政策方向 这种不可预测性让外资企业感到不安 比如教育培训行业的突然监管 导致许多外资教育机构损失惨重 政府需要建立更加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 提高政策的可预测性 尽管中国宣称放宽市场准入 但许多行业仍存在诸多限制 例如金融服务业电信业等领域 外资企业仍面临诸多障碍 政府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 为外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虽然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执法不利仍是一个突出问题 政府需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严厉打击侵权行为 为创新型外资企业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中国严格的数据安全法规和网络管制政策 让许多外资企业感到困扰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领域 这些政策可能会阻碍创新和研发 政府需要在保护国家安全 和促进创新之间找到平衡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消失 这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企业 造成了巨大压力 政府需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善营商环境等方式 来提升中国的整体竞争力 外资撤离中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其背后反映了中国经济 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 制度型开放和高质量外资等概念 虽然方向正确 但要真正落实 还需要更多实质性的改革和行动 中国需要正视当前面临的问题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改善营商环境 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推动创新发展 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吸引 和留住高质量外资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 外资撤离并非完全是坏事 它可能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 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 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加速产业升级 发展高负加值产业 面对外资撤离的趋势 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进行深刻反思 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一 政策制定要更加稳定和透明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应该充分考虑市场反应和企业需求 避免频繁变动和突然转向 同时 政策制定过程应该更加透明 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增强政策的可预测性和执行力 二 加强产学研合作 鼓励外资企业与中国的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合作 共同推进科技创新 通过产学研合作 不仅可以提升中国的创新能力 也能为外资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增强其在华投资的年性 三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除了完善法律法规 还要加大执法力度 提高侵权成本 同时 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 知识产权法院 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 审理效率和专业性 四 优化人才政策 吸引和培养高素质人才 是留住高质量外资的关键 中国应该进一步放宽人才 引进政策 为外籍高级人才提供更多便利 同时 加大本土人才培养力度 为外资企业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 五 推进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 是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 应该进一步推进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减少行政垄断 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六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推动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通过深化国际合作 不仅可以为外资企业创造更多机会 也能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外资撤离中国的趋势 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 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挑战 然而 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 面对这一趋势 中国不应该简单地 以优惠政策来留住外资 而是要通过深化改革 完善制度 优化环境 来提升整体竞争力 制度型开放和高质量外资的概念 提出了正确的方向 但关键在于如何落实 中国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开放决心 用良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外资 用创新驱动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 我们也要认识到 外资并非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 培育强大的本土企业 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推动自主创新 同样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 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中国需要在开放中谋求发展 在合作中实现共赢 只有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说到这里 大家怎么看待 当前中国吸引外资面临的困境了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分享您的观点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